哈利路亚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跟你旁边讲一下 阴性大有盼望 跟你旁边说 你要相信你就大有盼望 我们今天来这里的都是很勇敢的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想这个疫情 就让我想到 我们疫情有多久 我们启示录就讲了多久 你懂我意思吗 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神就感动我说 要开始讲启示录 因为这是有关末世的事情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已经讲到新天新地了 哈利路亚 正好是盼望的时候 Amen 亲爱的兄姐妹 今天太重要了 这个信息里面讲到 新天新地是我们的盼望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今年的主题讲到 阴性大有盼望 盼望什么 亲爱的兄姐妹 盼望什么 很重要 是不是 我们盼望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然你盼望了半天 你说盼望盼望什么 你都不清楚 是不是 这个盼望 你如果不清楚 你的盼望是什么 你的盼望就不会是 不会有信心 圣经起书里面 让我们看见 约翰他说 他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想在疫情当中 大家都很期望有盼望 我们盼望什么 我们盼望疫情赶快结束 是不是 但是我们每一天看数据 我们每一天看我们周渣的环境 我们实在觉得说 哎呀 盼望在哪里 油价高涨 各个物价都高涨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可以看见 这个疫情 因为这个Omicron 所以呢 现在连 我跟你讲 现在美国已经到一个地步 就是啊 为什么拜登总统 要发那个自我检测的 你们多少人登记了 我第一时间就去登记了 但是呢 要一月底以后 才会收到 Hopefully真的是像他们说的 到了 到了一月底 二月初的时候 疫情就开始减缓 是不是 那已经减缓了 那还要 还测什么呢 你懂得意思吗 可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太多的人得了 所以你要去检测 都不容易检测 连买那个自我检测的东西呢 你都不好买 就这么样 疫情啊 何时了啊 现在全世界 根据统计 已经有三亿五千万的人染疫 你能不能想象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你能不能想象 三亿五千万 不得了啊 那个数字 对我们来讲 是天文数字 全世界 全世界因着这一次的疫情 死了 五百五十九万人 单单美国 就已经有超过 现在已经超过了七千万的人 正确的数据是七千四十九万 染疫 那美国差不多三亿人口吧 是不是 三七二七十 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染疫了 所以算上看 我们这边 我们教会 那么你可以看见 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四分之一的人就染疫了 然后呢 美国有八百六十 不是八百六十 对不起啊 是八十六万六千过失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真是感觉到 这个疫情怎么是没完没了 我前几天看到这个 想看看 看看现在就是当天的新闻 结果就 竟然出现的是 前面几个是什么 一个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新闻 然后呢 再过来去看呢 香港的新闻 全都是在报 全都是在报什么 你知道吗 全都是在报Omicron 台湾最近也开始升温 所以你打开报纸 你今天看新闻里面 全都是在报这个东西 中国大陆也是 冬奥要来了 更紧张 全副武装 全部在等候 怕这个疫情升温 所以今年的冬奥 可能是 不是可能是 现在是没有观众 他要派他们去拣选的观众 我不知道是派什么观众 亲爱的 弟兄姊妹 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 觉得到底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盼望在哪里 盼望在哪里 弟兄姊妹 你现在心中的盼望是什么 是不是还是期望 疫情赶快结束呢 启示录 约翰在 拔摩海岛 对他来讲 他的人生 真的是没有盼望 对不对 因为不知道 能不能够被放出去 我们去过 这个拔摩海岛 去看 说实在 那个四面都是海 你要出去 也出不了 除非是被放 对不对 被放出去 所以拔摩海岛在 约翰在那边 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 你想想看 对他来讲 那是何等大的一个基地 他说他看见 新天新地 他说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亲爱的兄姊妹 所以约翰看见了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看见这个新天新地的降临 看见什么呢 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然后呢 他看见的是 旧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对不对 我们今天是在看 这个起诉类的预言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个先前的天地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地 有一天 这个天地要怎么样子的过去呢 怎么过去 比如后书第三章第十节 这里提到说 天地大有响声 有行职的 都要被烈火消化 所有的一切 通通要被消化 所有一切都要被烧尽 比特后书 讲到这件事情 圣经上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将来这个世界 通通都要被烧尽 第一次世界的灭亡 是被什么 被水淹 是不是 能不能想象 第二次的灭亡 是天 这个火降下来 所有的世界 通通被烧掉了 就这么你相信吗 事实上 如果我们今天看 不要看这个将来 这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发生 单单看现在全球的软化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一个灭亡 根据国际的报告 全球气温 就算是升大概低于1.5度 未来整个世纪海平面会上升 那么结果是 有5亿的人居住在都市的 会被淹死 而且大部分 这些风险最高的呢 有9个是在亚洲 上海啦 你们没想象 有一天 这个海平面上升 上海 可能有一半不见了 台湾三分之二不见了 现在有一个国家 最近我们在成岛的时候 是在祷告会吧 祷告叫做什么 马尔大夫 是不是 马尔大夫很可能就会第一个 这个岛就没了 现在兄弟妹 这还没有谈到被火烧灭 这是被水淹没 但是被水淹没 海平面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全球软化 所以所有的专家都警告 如果说 这个全球的软化 如果到达 升温升到 摄氏二度的话 人类就要面临到 不可避免的很大的灾难 所以呢 根据统计 2100年 全球的平均气温 会上升1到4度 1到4度 那刚才我们讲2度 是他们的一个上限值 对不对 那这样就有什么 所以你知道 我看了他们所有 我看了这些资料 我说照人类的本性 我觉得是不可能达到减碳 我觉得是不可能 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 为什么 弟兄姊妹 不可以 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吃肉 你说吃肉跟着有什么 有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了 今天不是环保课 从今天开始 不要开车 不要用这些的燃料 我们整个工业革命以来 你知道吗 就从2003年开始 短短的15年的时间 整个地球的温度的上升 是比过去一个世纪的 整个世纪的 200年的 这个整个世纪的 那个所生的那个温度 还要高 所以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 整个世界 很快就要被灭亡 还不要等到所谓的什么 这里有人在研究说 曾经有人在研究一些的预言 在研究这个 就想说将来这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战火 可能是核子弹爆炸 是不是 我们也曾经提过 这些的原因造成 大家就想说 怎么样子能够发生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被烧灭呢 大家想一想去 亲爱的兄姊妹 对上帝来讲 如果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 简不简单 简不简单 你们好像怀疑哦 对上帝来讲太简单了 是不是 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子的一个做法 但是 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 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烧尽 亲爱的兄姊妹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你真相信吗 可能你说 2100年 请问我们在这里的人 还谁可以活到2100年 现在到2100还有多少年 大概宝地最有可能了 是不是 宝地你现在几岁 16 16再加 95岁 其实宝地啊 都不太有机会了 是不是 95岁真不容易 亲爱的兄姊妹 但是请问 如果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 用活来毁灭 请问可不可以在下一秒钟就毁灭 你懂我说意思吗 我只是用全球软化让你看见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世界已经在走向灭亡 更何况如果上帝亲自 亲自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 亲爱的兄姊妹 所以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个世界要过去 亲爱的兄姊妹 你我整个的思想观念应该不一样 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好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对不对 昨天 不是 前天吧 我不知道南湾有没有 在Saint-Gabriel 刮了好 那个 那叫什么风 从Saint-Anna来的风 我起先还没有注意 因为天气也没有下雨 天气还有阳光 但是风很大 突然我的女儿跟我讲说 Daddy 外面风很大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我们家 这个放在外面的 有两个Tent 那时候为了这个女儿结婚 师母买的 我就想到说 那个Tent要赶快去把它 因为那个很容易风一吹它就 你知道 会被吹走 我一冲出去 然后叫我女儿赶快出来 因为那个一个人没有办法弄 等到我去看的时候 那已经被 被吹得一个一个倒下去了 那风还在继续吹 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讲说 来我们两个 我们家只有两个人 我就说来我们来 怎么样 我们就把它要吹 把它降低一点 降低的话 它就不会风吹那么大 然后弄了半天 弄得很辛苦 结果这个匆忙当中 结果一个帐篷 又被我们家另外一个 有铁的一个东西 就刮破了 两个帐篷的其中的 各一根的柱子弯了 然后帐篷又破了 我当时就突然有一个感悟 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 Amen 本来我也有点 觉得说 哎呀怎么不小心啊 女儿你怎么 后来我就感觉 神也借着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 Amen 跟你旁边说 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 那猜就怎么 既然这个世界 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 那么你对这世界 会过去的东西 怎么样是一个看法呢 你是不是还是 为着这世界的这些东西 为着这些所需用的 为着这些物质的东西 在追求这些东西 在追求物质的享受呢 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 家里面有多少东西 是不是 鞋子鞋柜里面 不知道有多少双 但是呢 居家逼宜 闲来无事 往上怎么样 购物越来越方便了 又一双新款式的鞋了 又一件新的衣服出来了 又一个新的产品出来了 我们家最近的那个小烤箱啊 坏掉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买一个烤箱 一去看呢 不知道该怎么买 因为它有烤箱 两用的 你知道吗 Tost 跟那个Oven 两用的 还有呢 还有跟那个Airfly 三用的 后来还有说什么 五用的 到最后 不知道要买哪一个 你可以看见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 太多的东西吸引你 我的意思不是说 不要买烤箱 OK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你 当你要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从二三十块的一个烤箱 可以买到一百多块的 那你怎么去买 你的价值观是如何 我记得以前 很多年前 我们在一个教会帮忙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姐妹 我印象很深刻 她是三个孩子的妈 她自己又很上进 是因为从台湾来 所以没有在美国练过书 所以她就想要去练这个社区大学 然后想要有一个大学的 在这里的一个 好像是文凭 因为她学音乐的 她想要去练个文凭 为了找工作比较好 那么所以先生呢 在台湾是做生意的 可是来到这里 不知道该做什么 所以等于是没有工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家里面比较 经济上面也是比较紧张 就有点是靠着以前的 以前的这个储蓄 所以她就说 她说她就决定 她说她要尽量地保持身材 吃也好 运动也好 她尽量保持身材 她说呢 这样子她就可以不用买衣服了 哇 她真做到咯 她就这么 那些年的时间 她读书 家里面经济很紧的时候 她就一件衣服都没有买 她有一个目标 对不对 因为她要省钱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的 你有一个目标 如果你我的盼望 是在新天新地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上说 先前的这一切 旧的这些东西 统统都过去了 所以呢 这些东西既然会过去了 你怎么去看待它呢 你会不会还执着在 这些东西上面呢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 你执着的东西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为了身材 不是为了省钱 所以我们才不去买衣服 而是为了 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 Amen 所以不是说 我们不可以买衣服 但是既然我们是一群 有盼望的人 所以我买衣服 也是为主买 Amen 不买衣服 也是为主不买 Amen 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主的缘故 Amen 好像大家理智同意 心里还没有完全愿意 跟你旁边说 为主 可以不买 也可以买 保罗就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 我们或活或死 我们都是主的人 所以我们活着是为主 我们死也是为主 Amen 所以亲爱的兄弟妹 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件事情 我们整个的人生会不一样 那么既然旧的事情都过去了 旧的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会过去 世界的上街都过去 然后你注意看 在第四节这边说什么呢 第四节这个地方说 他说 看啊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记恋 也不再追想 然后第五节 第五节 接着讲什么呢 讲到说 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也不再有死亡 为什么呢 在前面里我们提到说 死亡和阴间都被丢到 哪里去了 都被丢到火壶里面去了 连撒旦也被丢到火壶里面去了 哈利路亚 先说什么啊 当新天新地来到 旧的一切事情都要过去 疫情会过去 你现在从这样子的 信心的眼光看见 疫情会过去的 如果疫情还没有过去 你我也会过去 Amen 是不是 所以疫情什么时候过去 不是重点 是你的眼光 是你我的眼光是重点 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见 看见旧的事情要Legle 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 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 我们实在是感觉到 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是不是 人类一切的问题 可以说都跟罪 直接间接有关系 这个大地也是一样 受了咒诅 就像刚才我们读到 罗马书里面所讲的 保罗在这里说 我想现在的苦楚 如果比起将来要险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他说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 脱离败坏的瑕疵 这个世界在渐渐的败坏当中 人也是如此 到处你可以看见人的败坏 前几天 我的女儿到 这个帕萨迪娜 去帮她的姐姐 要去换一个东西 一个店 她去换 她回来就跟我讲 她说 爹地 哇 她说我刚才去的 要去那个店 就在 就在这个 两个小时前吧 她说听说 就发生了一个 一个案件 有一个黑人 这个游民 就进到一个家具店 然后呢 她就 家具店里面 就是只有这一个 这一个年轻女孩 这个年轻女孩 看一下 好 这一个 她是UCRA 正在练研究所 所以可能算是 打工也好 或者可能在那边 赚她的学费 所以她去在 这个精品店 在那个精品家具店 都是算高档的家具店 在那边做这个 做这个 这个 旅服务员 旅店员 就在大概下午 一点多的时候呢 就进来这一个 黑人的这个游民 HOMELESS 她当时还通知 她的朋友说 有一个人进来 感觉她很 就是很 很不好的 那种感觉 结果那个同事 那个朋友 没有当时候看到 没有多久 就在1点50分 她1点30几分 进来1点50分 结果她就 有另外一个客人进来 就发现地上 这个女孩子倒在地上 死了 哎呀 她的父亲啊 伤痛欲绝 在采访的时候 这个父亲 就是觉得说 加州的 洛杉矶的 这个法律 就是觉得说 好像 不知道 政府在做什么 我想 现在的治安 越来越差 大家都知道 我就想到 这样子的一个 父母亲 想到自己 24岁的一个女儿 就这样子走了 在她的心中 这个可能是 留下了一个 永远的一个 痛在那个地方 前度这边 在我们人生当中 可能也有 这样子的情况 不一定是 完全一样 但是也有 类似这种伤痛 在我们的里面 也有这些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有这些人生当中 一些不好的 遭遇在我们里面 可能是从我们自己 父母亲来的 可能是从我们 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的 可能是从我们 自己的配偶来的 可能是在我们 这个婚姻的当中 所带来的 这一些的伤害 这一些的问题 使得我们的人生 好像一直活在 那个阴影的当中 走不出来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上帝告诉我们说 一切都更新了 先前的事 不要再去追想它 先前的事 不要再去祭祈祷它 They go Amen Amen 就像 我记得 我曾经也提过 这一个 这一个例子 有一个德州的 Houston 在2018年的时候 一个德州 Houston的一个旅警察 下班的时候 可能因为他太累了 竟然走到 隔壁邻居家 然后看见一个黑人的 坐在他的家门口 在家里面 在那边看电视 吃东西 他就 他就 说你怎么跑来我家里面 他以为他跑来他家 没想到他是入屋闯别人家 所以最后呢 他竟然就一枪 把这个人打死了 当他在亭上的时候 他讲起来非常的激动 哭啊 觉得自己很后悔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但是你知道 现在一牵扯到黑衣 黑人就是非衣的 这个马上就很敏感 种族的问题就出来了 他说他完全没有种族的问题 当然也有人说他有 Anyway 但是重点不是在这里 重点是 那一个被杀的那一个 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这个家是一个爱主的家庭 所以他的弟弟 18岁的弟弟 在亭上当听 听完这个审判的时候呢 这个弟弟竟然跟他说 他说 Can I help you? 我可以拥抱你吗? 哇 那天两个人在亭上面拥抱 这个男孩子跟他说 他说 我愿意原谅你 亲爱的六姊妹 我相信这个女警 她已经心中非常的累疚了 是不是 被判了十年的刑 不知道现在是 会关系多少年 我想重点是 在她心中 这样子误杀了一个人 可能是她心中 一直都不能够原谅自己的 但是这一个人的弟弟 代表他的家说 我原谅你 亲爱的兄姊妹 这是真正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彰显基督生命的基督徒 Amen 亲爱的兄姊妹 在我们人生当中 不管是你对别人 或者别人对你 我们都会有这些类似的 这些的 在我们心中的一些伤痕 一些的伤痛 但是今年 2022年开始 新天新地的盼望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些事情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 我们也在主的爱的里面 在信心里面说 过去吧 Amen 不要让这些的苦毒 不要让这些伤害 不要让这些过去负面的经意 再来抓住我们 影响我们 Let go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先前的这一切都要过去 我看到有时候 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有的人 因为父母亲 对他的一些从小的偏见 或者是说 不平等待遇 一辈子在那边 好像被这个苦毒所捆绑 爸爸重男轻女 我结婚的时候 他都没有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都已经是 自己都做祖父了 琢磨了 但是心里面 想到那个伤痛 还是过不去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可以选择继续的伤痛 继续的恨 继续的不能够饶恕 但是呢 其实最苦的是你自己 在永恒的里面 你可以看见这一切东西 真的是算不了什么 Amen 这一切的东西 在永恒的里面 亲爱的兄弟姐妹 真是晓得不得了了 让我们的眼睛打开 看见永恒 而不是看见短暂的 这个世界 有一天这个世界 都要过去 先前的事都不再 就被激烈了 有的人的嘱咐 被日本人杀 恨他恨一辈子 看到日本人就不爽 有没有 有 我就碰过 当年我们要去日本宣教 那时候我跟师父 我们说我们要去日本宣教 有一个人 有一个弟兄听到我们讲说 去日本宣教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去日本宣教 为什么要去日本宣教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我应该 我当时只认了一下 我没反过来问他 为什么不要去日本宣教 对不对 后来他才讲 他说他的父亲 不知道是父亲还祖父 就是在 这个 这个抗日战争当中 被日本人杀了 所以他恨 恨日本人 亲爱的兄弟妹 都信了耶稣了 是不是 我们还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上 世人的心 亲爱的兄弟妹 不 你我要改变 我们是属 属神的儿女了 所以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Amen 不仅仅是你信了耶稣 你要变成新 你也让旧事都过去 Amen 所以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新天新地降临了 跟你旁边说 新天新地要来了 Amen 你们没有那么兴奋 我感觉 假设说我们今天崇拜结束之后 每个人配你们一栋新房 你们就马上要搬进去了 信不兴奋了 不兴奋才骗人的 信不兴奋 现在女友准备 所以当我说新天新地要降临了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更兴奋了 是吗 现在就说什么 新天新地 但是有人说 我不知道新天新地是怎么样 今天没有时间讲 因为要到后面 后面花了很长的时间告诉你 形容那个新天新地是怎么样 我们后面来讲 那个太多经节了 我们今天就 刚才张蕾牧师已经带我们看过了 罗马书 罗马书这一段第八章在讲什么呢 罗马书这一段第八章主要就是讲说 其实他是在讲到苦难 那么在苦难的中间 所以他说万物也都在那边叹息 是不是 万物也都在那边叹息 整个世界你可以看见 我们刚刚讲 Global warming这些 全球软化造成了一个结果 整个的世界 你看一下 空气被污染 整个的大气层也是污染的 然后你可以看见各式什么 这种火灾 山灾 还有各式 气候变迁造成北极熊 北极熊现在 冰越来越少了 所以北极熊如果怀孕生产 都有困难了 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见这个影响多大 珊瑚礁也都白化了 什么叫白化 白化的意思就是说 它失去了养分了 那么珊瑚礁是很多海底 鱼类生物的侵袭之的地方 所以珊瑚礁如果白化的 一个结果就是什么 很多海底的这些的鱼 这些的海底的动物 他们就会死掉了 他们没有营养 没有地方可以保护他们了 所以这个影响一个结果 你可以看见 好像大地都受了 怎么样 咒诅 相兄姊妹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在那边叹息 是不是 有工作的人 会不会叹息 叹不叹息 你们都工作 事少 钱多 离家近 是吧 是不是都这种工作 我听到很多工作的人 都很想要赶快 有一天可以不工作 都想要早一点退休 但是呢 没有工作的人呢 真巴不得赶快找到工作 是不是 所以有工作好呢 还是没工作好呢 有工作好 你错了 最好是没工作 又有钱 那你就问那些退休的人吧 我们在这里退休的人 请问退休好吗 退休好 还是不退休好 退休好 是不是 你没有退休 就不要讲话 OK 美国退休好吗 太好了 因为他们热心帮助 关心弟兄姊妹 所以退休真好 如果你的退休 就是do nothing nothing to do 你的退休就不好玩了 是吗 亲爱的兄姊妹 约翰看见一切都更新了 一切都更新了 亲爱的兄姊妹 不再是旧有的了 这个更新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更新 就是恢复到 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 伊甸园的光景 回想一下 伊甸园是什么光景 亚当夏娃 需不需要买衣服 姐妹 需不需要永远扫一切新衣 不需要 自然就是美 需不需要 买水果 grocery shopping 不需要 需不需要坐捷运 坐bus 没有 要去哪里 嘿 大象 就来了 一坐 大象就带你去了 那可以 我不是开玩笑的 是不是 圆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啊 需不需要为生活忧虑 不需要 需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 不需要 是不是 亚当夏娃的那一个生活 上帝所设计 起初创造的 都是 好的 你去看创世纪里面 对不对 我们最近在这个宣读圣经 上帝造的都是好的 有没有夫妻问题啊 有没有夫妻问题 有没有 夫妻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知道吗 吃了苹果 谁跟你讲是苹果 不要乱讲 圣经没有讲是苹果 亲爱的兄姐妹 人类一切的问题 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 第三章 当人 当夏娃 吃了那个果子 叫他的先生 亚当也跟着吃 结果就带来了堕落 是不是 好 那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因着这样子 所以呢 你可以看见 整个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见 人类的历史里面 就是一个救赎的历史 也可以说是一个恢复的历史 神一直要恢复 那这也就是我常常讲的复兴 神的心意是要复兴 恢复 Return Back to 什么时候 回到伊甸园 上帝起初所造的 但是你可以看见 这个世界一次一次的 越来越离神越远 神在历史上面 借着一次一次的复兴 让我们看见 那个是上帝所希望的 看见的光景 看见人跟神的关系会恢复 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被恢复 初代教会 他们复兴起来 所以每一个人爱主 爱主到一个地步 天天聚会 不厌 是不是 而且他们彼此相爱 天天在一起吃饭 真正的 没有问题的共产社会 大家彼此相爱 彼此有什么东西 就拿出来共用 亲爱的兄姐妹 那个就是 神所要的生活 那么到有一天 也就是这个世界 有一天结束的时候 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 亲爱的兄姐妹 一切都更新了 一切都更新了 所以天国是什么 天堂是什么 你可以看见 那里不再有哀哭 不再有痛苦 也不再有眼泪 也不再有悲伤 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走的时候 可能身上插着管 但是你到天国去看的时候 你看见他们不是插管的 Amen 你看到你现在的头发越来越白 你说哎呀怎么办呢 想办法吗 吃芝麻 白黑芝麻 你想尽办法 赶紧是染吧 染黑吧 现在兄姐妹 不用染了 有一天到那边去的时候 整个身体要得赎的 Amen 一切都要更新了 那保罗在 保罗在讲到这个更新的时候 我们接着来看 他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更新 刚才我提到的 代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更新 最使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 所以呢 神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叫人跟神的之间的关系 能够恢复正常 人与神和好 人跟人之间才能够和好 因此 在这个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保罗就提到说 他以神的慈悲 劝我们将身体现象当作活祭 然后接着第二节就说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是在朝向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越来越变化 变化到一个程度什么样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有一个牧师 叫做Golden McDonnell 我在年轻的时候 看过他的几本书 其中有一本 叫做心意 心意更新 这本书 非常地畅销 大概是在那一年 曾经是全美国基督教 所谓的最佳的一个读物 一本书 英文版的这个书 卖了一百万 一百万本 那他不是只有这一本书 他最近又出了一本书 叫做 这个水 水线之下 就是 水线 水线的下面 就是指的 当布鲁克林的大桥 在盖的时候呢 很多人看不见 所以两年都没有动 都没有动静 怎么搞的 后来他们才知道 原来这两年 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他们都在水下面 做那个大桥的基础工程 所以这个大桥 这个基础工程 做好了之后 人家才知道 原来啊 这两年你们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是在水线之下做 可是这个桥呢 它建好之后 花了十三年 但是它一直到今天 仍然在那边 非常好的运作 已经超过一百三十六年 所以它从这一个 就带出了 其实水线之下 决定的水线之上 那个大桥的构基础工程 决定了这个大桥 它能够使用 它成为什么样子的大桥 同样的 亲爱的兄姐妹 他也点出来 我们今天 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神的儿女 你要回到你的内心 检视你的内心 不要只是在外面 忙这忙那个 好一点的 忙教会的事情 差一点的呢 忙世界的事情 但是呢 忙忙忙忙忙到最后呢 结果呢 却忽略到里面 你自己跟神的关系 他这两本事都在讲这个 亲爱的兄姐妹 今天同样的 将来有一天 到见主面的时候 亲爱的兄姐妹 请问你可以把什么 带到天国去 你想想看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人事物 什么可以带上去 什么可以带上去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带上去的 没有 连你自己亲爱的家人 你也没有把我guarantee 你可以把他带上去吧 你说我是牧师 那个守门的天使 看着我是牧师 我们家一家都久就 有这回事吗 没这回事 所有的你都带不上去 你只有你自己 有一天你我都要去天上 来面对我们的主 是不是 那么像约翰一书所说的 他说凡有这指望的 就要竭尽自己 因为他前面说 主落选线 我们都要向他 现在就问什么 那指的是 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向他 所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你是向他呢 还是 那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那就是你我 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 一切都要更新 2022年 一切都要更新 Amen 2022年 从我们跟神的关系 更新开始 所以 我们最近一些弟兄姊妹们 这个 开始参加我们六 我跟师母说 应该改成605 605是什么 6.05分 PRS PRS就是宣读圣经 所以我们早上 6点05分 在我们承岛之前 有20分钟 我们大家一起 来读圣经 带着可不得心 聆听主的话 甚至有感动 就把它写下来 现在就准备 完了之后 6点半就一起承岛 好不好 你们没有看过人家 那个 那个台湾在竞选 说好不好的时候 你要说什么 要说好 大声 现在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一起来 灵修 好不好 弟兄姊妹 跟神的关系 是没有捷径 我刚才没有提 这个Golden McDonough 他在1984年的时候 被人家揭发 他有外遇 这一个大牧师 有名的牧师 多产作家 但是 所以他为什么 好几本书 都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他从自己 痛苦的经历里面 看见 外面有很多的 代表 外面有很多的工作 有很多事工 有很多的这些名头 但是呢 他的内心 却荒芜一片 他跟神的关系 却出了问题 亲爱的兄姊妹 不管你是牧师 传道人 长老 执事 没有一个人 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是一个根基 这是基础工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把我们自己 内心世界调整好 把我们跟神的关系 调整好 你就会发现 你跟人的关系 也会开始不一样 所以 重新建立倒塌的祭坛 跟你旁边说 重新建立倒塌的祭坛 最后 我们盼望新天新地 这个保罗在这里 第八章 讲的这个新天新地 他讲的这个东西 他说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他前面一直讲 盼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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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盼望是盼望什么呢 后来他就讲出来了 他说我们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俗 然后以福所书第四章 三十节也提到说 说到我们圣灵 受了印记 等候得出的日子 所以这里讲了 什么一件事情呢 讲的就是新天新地 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人 要完完全全地经历到 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福分 心天你信了耶稣 你就是神的儿女 对不对 约翰福一章十二节说的 但是呢 整个圣经让我们看见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 这个儿子的名分 就是指的说 在罗马的那个 希腊罗马的时代 一个孩子要到达了 法定的年龄 他才可以真正地成为 这个继承儿子的这个身份 那么之前呢 他还是受着管家 卢仆的这个 这个爸爸的仆人 在管他带他 这也是加勒太书所说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将来我们到天国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地 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 那个神儿女的福分跟荣耀 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是 欲藏天恩 already 怎么样 but not yet 亲爱的兄弟 将来包括 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要复活 我们进去到 这一个天国的身体 是一个灵性的 不朽坏的 荣耀的身体 每一次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到 在追思礼拜 那些走去的人 家人何等的难过 我常常用这段 这个 这个 帖撒罗伊加前书那边 告诉他们就是说 让他们看见 有一天 你到天国去你看见 你现在就要改变 他不再是插着管子的 他不再是那个 好像是很虚弱 好像是受骨受如柴的 那一个爸爸 或那一个妈妈 在躺在那边 你要看见的是什么 是一个荣耀的 一个充满盼望的 一个灵性的 不朽坏的身体 在天国的里面 在那边敬拜赞美 是奉主 亲爱的兄弟妹 那个才是我们的盼望 那个是我的盼望 也是你的盼望 因为那个才是永恒的 在地上一切的人事物 你把你的寄望 寄托差在他身上 你总是会失望的 因为他都是短暂的 所以有一首歌 叫做日落的那一边 大家都知道吗 日落的那边 赐福之朝城 这个以前我唱这首歌 最多在哪边唱 你知道吗 追思礼拜 来美国好像比较少唱 可能这里大家不太熟悉 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 这个作者是一对夫妻 两个人都很爱好音乐 那么他们呢 就是在 有一次 这已经是在1936年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是正式大萧条的时候 经济衰退 很多的家庭失去了财富 甚至有百万富翁 还在路边去卖水果 所以很多人因为破产失去信心 在那种情况之下 这一对夫妇有一天 跟着他瞎眼的一个表哥 他们一起坐在一个海边的宾馆 那么有人邀请他们去那边吃饭 他们坐在那个地方 看着那个海边的宾馆 外面的那个景色 那海景真是美丽得不得了 那么这时候呢 哇 他就 这一个作者 他就 就讲 他说 哎呀 这个真是 他说这个景色真是太漂亮了 等等等等 就讲着 当他在讲的时候 他这个瞎眼的这个表哥 就跟他说 他说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洛玉 他这么一讲 这个作者就突然一让 嗯 他瞎眼的 他怎么会看到 结果 他就问他 你怎么知道啊 结果他就回答 他说 他说我借别人的眼睛 看到这美丽的景色 很有深度啊 哇 那一天 他这个表哥的这一句话 就让他觉得 好像突然有一个灵感 他表哥说 他说我 借着别人的眼睛 看见的 并且比看见 我所看见的 比别人更多 我甚至看到 日落之那一边 更美的景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做了这首歌 所以这首歌的 每一节歌词都有意义的 那么到 特别到了后面 到了后面讲到什么 第四节 同在荣耀中 主伸手迎接 就是讲哪里 就是讲的天国 就是讲的新天新地 所以当我们在看见 这个随时礼拜 看见这些过世的家人朋友的时候 我们不是看见那一个 已经死亡的那个阴影 我们看见是在那个后面 日落的那一边 有更美的什么 天国 哈雷路亚 Amen 亲爱的兄弟妹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都会经历过难处 我们都会经过这些的苦难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这边 就是告诉我们一件 要我们盼望 我们盼望 我们看见那个 看见那个盼望 那个盼望虽然是我们眼睛 现在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从信心的眼睛 我们看见那个将来天国的盼望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信心 来面对今天所面对的苦难 Amen 有一个 有两个人 他们被关在这个 被关在监 这是一个故事 有两个人 他们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 他们准备 要受十年的牢狱之灾 要在那边日夜被迫做苦工 吃尽苦头 这是对他们的惩罚 可是呢 当他们进入这个漆黑的牢狱之前呢 其中有一个人 他知道他的妻子跟儿女都死了 但是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囚犯 他的妻子 却给他发 报了一个平安 告诉他说 他说我们都很好 我们全家都好 我们会等你 哇 这两个人同样是在监狱里面过生活 每天啊 做苦工啊 真的无尽的这个折磨啊 但是呢 这一个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一个知道自己妻儿都已经死的这一个人呢 他越来越虚弱 有一天 经过了几年之后 他就这样子弯曲着身子 就倒在地上死了 但是另外一个囚犯 他在进牢之前 听到妻子跟他讲报平安 而且跟他说 我们会等你 他天天在那个地方 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鼓励着他 虽然再苦 他还是这边忍受着 在那边坐 在那边坐 甚至是 这个 这心里面充满了一种盼望 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苦 现在就问几位 请问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 同样的环境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一个人有盼望 另外一个呢 没盼望 亲爱的兄姊妹 再跟你讲个故事 有两个人 他们每天要做四个小时的工作 做那种非常单调 无聊的工作 相同的房间 相同的环境 就是那个机器 要给他上螺丝 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 做十个小时 你干不干 那么一个人呢 老板跟他说 我一年付你联薪两万 另外一个 老板跟他说 我一年付你联薪两百万 请问 这两个人结果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那个联薪只有两万的 每一天一面做一面在那边 一天在那边怨人啊 怨天尤人啊 是不是 真的是做不下去啊 但是另外一个 他知道他联薪两百万 哇 再哭他咬紧牙关啊 甚至很多时候 他真是唱着歌啊 因为他心中有盼望 因为知道说 一年之后他要拿多少钱啊 两百万 亲爱的兄姐妹 这些人是因着有盼望 你懂这意思吗 亲爱的兄姐妹 他们的盼望 还只是在今天 在今生的 你我的盼望 是在永恒的 是不会朽坏的 问题是你相信吗 相信的举手 好 拍照一下 给自己拍一下 请放下 弟兄姐妹 下次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 当你服事碰到难处的时候 当你工作碰到难处的时候 将你家庭有问题的时候 你想到说 主啊 我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 你知道将来在天国里面 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所说的每一句话 主都要审判了 是不是 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为主所做的 将来有一天 在上帝的面前 神就会奖赏 Amen 你为着主的缘故 在今天虽然很苦 大家都不同意你 但是你坚持要按照 主的原则来行事 弟兄姐妹 你相信有一天 在主面前 主说你这忠心 又良善的仆人 那是我们的盼望 这地上的老板 这地上的这些东西 他给你的都是短暂的 即使给你两百万 连薪 也是短暂的 Amen 亲爱的兄姐妹 让我们更多地 把我们的盼望 放在新天新地 主的国 主耶稣的再来 Amen 我的意思不是说 那我们现在都不干涉了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看到这个盼望的时候 你对未来的看法 会决定你对现在的看法 你对未来的盼望 会决定你今天怎么生活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求那吃人智慧的灵 赏给我们 叫我们看见 那新天新地的盼望 看见神的国度 主你再来的那种盼望 主啊 以至于我们 从我们心灵的深处 说主啊 我们渴望 让这个渴望 成为我们今天 面对人生各样的难处 我们能够得胜的动力 让这个渴望 也成为我们面对 一切的这些罪恶 诱惑 苦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着你 我们能够得胜有余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